大家好,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祝灵溪 那么欢迎大家回来 那么这一次呢,我们接着来往下讲第三方支付 那么在上一节课呢,我们讲了一下第三方支付的基本概念 以及它的分类 那么这节课呢,我们主要讲述其中最重要的一种类型 就是虚拟账户型第三方支付 那么支付宝是虚拟账户型第三方支付最典型的代表 支付宝公司呢,在2004年就开始建立起来了 在2005年正式发布 那么它始终以信任作为产品和服务的核心 那么支付宝现在是我们大家最常用的一种支付工具了 那么它为我们的中国电子商务提供了 简单安全快速的在线支付解决方案 那么我们说,看着支付宝的发展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啊,截止到2014年6月 支付宝的10名用户就已经突破3亿了 那么日交易额超过了100亿 每天的交易额就已经超过100亿了 相当于中国日均零售总额的六分之一 那么这只是在14年 到了现在呢,其实我们说支付宝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就覆盖的方面更多了 那么在2011年5月26日 那么支付宝是由那个和其他26家企业 获得了央行颁布的第三方支付牌照 是第一批支付牌照 那么我们说它其实是最早获得支付牌照的一批支付企业之一 那么支付宝呢,我们大家其实都很熟啊 其实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现在基本上离不开微信或者支付宝 那么特别是支付宝 我们说它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支付服务 以及一些其他的服务 那么其实支付宝本身 它不单单能作为支付服务 它其实提供了很多很多其他的服务 当然这些食物其实都跟支付有关 比如说实名认证啊 支付宝的保通啊 数字证书啊等等 我们说下面呢 我们就来继续看看支付宝的这种服务 那么支付宝呢 我们说它因为是支付 所以说它是一种实名的一种认证的这种服务 你要想注册支付宝 需要进行实名的认证 同时呢 它还要核定会员的身份信息和银行账户信息 当然对于现在来说 我们说支付宝更是推出了 我们说这种人脸识别的功能 人脸识别其实它在前两年就推出了 但是在2019年准备大面积实施 当然在2020年 由于疫情的影响 稍微受了点影响 但是现在呢 支付宝这种刷脸支付 变得越来越好 那随着疫情慢慢的缓解 我们相信刷脸支付 变得越来越好吧 那么支付宝呢 它这个账户其实我们说我们大家都用过 对吧 它是一般与银行卡相关的 那么不需要开通网上银行 它的方便支付就是说 我没有网上银行 我依然可以使用 我只要把银行卡和关联起来就可以了 那么就可以直接在网上进行付款了 但是对于支付宝来说 它最大最大的这个 就是说这个这个贡献就在于 它提供了一个先验或后付款的这种担保思路 其实我们上年可以一直在说的 这种信用中介的这种服务 有了它 我们说中国的电子商务才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 特别是我们C2C的这种服务 以前C2C没有谱啊 你都是个人对个人 我知道你是什么人 是不是骗子 对不对 但是有了支付宝 C2C的这种电子商务变得可以了 特别是现在我们说 这个阿里巴巴又推出了咸鱼这种 专门针对C2C的服务 我们说这种逃旧货就变得更方便 那么支付宝呢 这个卡通 它的具有的特点有很多啊 比如说输入支付密码 可以充值或者支付 不需要开通网上银行 自动帮助用户完成实名认证 就可以成为收款账户 那么以前我们个人收款 其实是挺麻烦的啊 特别是在初期 如果没有银行证明什么的 你就要进行收款 其实是很复杂的一件事 但是有了支付宝之后 你就可以很方便成为收款账户 扫码就可以给我付款 而且一个支付宝账户呢 还可以绑定多个银行 多张信用卡 对于支付宝来说 可以随时查询银行卡内的余额 实现提现啊等等 这些都是支付宝可以实现的功能 那么支付宝除这个之后呢 支付宝还提供了更多的功能 比如说数字证书支付盾 那么这两样呢 其实都是支付宝提供的 这种安全保障策略 那么支付证书 我们在以前讲过 什么叫数字证书 对吧 什么叫数字签名 我们之前讲过 那么支付宝呢 他也提供了数字证书的服务 那么采用了数字签名的技术 办法给相应的支付宝客户 来增强这个账户的那种安全性 那么支付盾呢 他就更为进一步啊 具有电子签名和数字认证的功能 保证了这种用户 在网上传递的信息 这种保密性 唯一性 真实性和完整性 对吧 我们当时讲过啊 电队商务的几个主要性质 对吧 保密性 认证性 完整性 和不可否认性 那么在这里呢 支付盾 他就提供了电子签名的功能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支持 不可否认性 那么支付宝主要业务 其实很多啊 我们打开支付宝的主页 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业务啊 比如说收款啊 比如说付款 比如说公共事业缴费平台啊 其实这一块特别方便 对吧 有了支付宝 哎 其实你可以在网上 就把水电煤气都缴了 当然 哎 不是所有的这种用户 都支持这种 公共事业缴费 但是呢 在大部分的城市 特别是一线二线城市 其实支付宝都已经支持到了 这种公共事业的缴费啊 可以交水费 交电费啊 交这个煤气费啊 特别是电费和煤气费 其实在每个城市来说 是十分方便的啊 那么支付宝呢 还有一个付款啊 这个付款呢 就是说 我可以给别人付款啊 点击付款就可以付款了 那么这个付款 如果对方也是支付宝 就可以马上到账了 那么当然可以扫码 可以转账 都可以啊 对于每个支付宝账户来说呢 他有每天有一万元的免费转账额度 啊 每日可转账两天 但是呢 哎 如果你有了数字证书 那么就提升了两万元 当然 现在啊 支付宝的这个可能会有所提升啊 看着用户的不同信用程度啊 就无可提升 那么支付宝还有的主要业务呢 比如说 找人代付 哎 如果我想买一件东西 哎呦 我现在手机没有钱啊 你就可以找人代付 那么如果你有朋友 有支付宝 你就可以发个链接给他 让他帮你代付 如果他同意 就可以给你付了啊 当然 有一些 有很多商家都支持这个 比如淘宝啊 京东商城等等 带充也是一样的啊 你可以帮其他支付宝账号充值产品啊 但是呢 每天只可以为同一个账户充值三次 比如说超过1500元 那就是 带扣也是一样的啊 你可以设置各种付款理由 付款金额付款时间等 他自动帮着用户来付款了 比如说 哎 我自动给这个 呃 交水电煤气费啊 或者我自动交公积金啊 等等 有些种每月都需要定额交的钱 其实就可以使用带扣这种方式 相对方便 然后送礼金啊 这个就不说了啊 可以比方送礼啊 交房租 这个也是一样啊 只要有房东的邮箱或者手机号吧 就可以随时随意的给房租付房租 很方便 啊 AA收款也是一样啊 你这时候这个收款不方便 对吧 大伙一起朋友一起吃个饭 对吧 然后买了单 对吧 要AA制吧 又不太好意思 对不对 然后当场收钱又不合适 所以这时候呢 收版款 吃完饭没问题啊 刁难钱 然后呢 你就可以发起个AA收款 那就很方便的把钱收回来了 很方便 那么还提供了很多其他功能 比如说账单 自动的提醒啊 自动代扣啊 等等啊 这个 就像支付宝的这个口号啊 生活因支付宝而简单 我们的生活 确实因为支付宝简单了很多啊 那么除了这些呢 我们说还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支付方式 比如说支付宝 余额支付 卡通支付 网上银行支付 信用卡支付 国际卡支付 消费卡支付 网点支付等等 那么如果我们打开支付宝 会发现 在支付当中呢 它其实有不同的选项啊 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支付方式 比如说 哎 我选择余额支付 选择余额保支付啊 选择信用卡支付啊 选择花呗或者等等的支付 都是可以的啊 当然典型的是余额支付 但是现在呢 基本上来说 我们大多数情况下 其实我们不用余额支付 我们会把余额呢 转到余额保 为什么转到余额保呢 哎 这些马云推入了更好的一个东西啊 余额保的利息高啊 它的这个 它的这个利息很高啊 比银行也还要高一点啊 所以放在这里头 还能生点钱 所以说我们把它放在余额里 保里头 那么支付就可以支撑余额保里支付 当然你也可以在支付宝当中设置 就所有的钱 余额当中的钱 自动转到余额保里去 那么这时候的支付宝支付呢 其实有很多 比如说快捷支付 很简单 注册之后 选记立即购买 然后确定收获地址 然后选择快捷支付 输入支付信息 快捷支付就完成了 有些快捷支付呢 甚至我只需要认证一下 可以免密支付 都不需要密码 就可以支付了 那么免密支付 我这个也是小额 那么余额支付 其实一样 就是你购买之后 当你支付的时候 选择余额保的余额支付 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个支付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对于支付宝来讲 它可以设定一个 你选择支付的顺序 比如说余额支付 余额保支付 花呗支付 信用卡支付等等等等 选完之后呢 它就会按照这个支付顺序来 比如说余额支付 余额不够 选择自动支付宝 余额保 余额保不够 再说新用卡等等等等 它是这样下来的 接下来呢 就是网上银行支付 你可以选择使用信用卡来支付 那么选择相用的信用卡之后 从天写有效期 复合信息 点击支付就完成了 其实也很简单 网点支付 这一点其实在早期 是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我在支付的时候 我想买东西 我要支付 但是我又没有网上银行 或者没有卡 我也没有网上银行账户 怎么办 在早期这个情况很常见 很多人并没有开通网上银行 也没有挂上 把这个支付宝挂上银行卡 怎么办 这时候就选择现金支付 或者选择付款网点支付 比如说打个比方 后面我们会讲到 选择拉卡拉支付 肯定确认之后呢 它这个交易就算完成了 然后呢 你记住交易号和交易金额 到了往线下去完成支付 这也是最开始 拉卡拉很重要的一项功能 我们在后面会讲到 然后消费卡支付 那么对这个消费卡 其实在支付宝办公有个卡包 里面会保存很多消费卡 你买的各种卡呀 比如说星巴克的卡呀 比如说什么京东的卡呀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加油卡等等 那这些卡呢 其实它也是可以作为支付手段来支付的 当你在一个地方消费之后 你可以选择消费卡支付 我们在这个支付里支付 这也是一种方式 那么除了这种方式之后呢 哎呀 其实没有办法一一给大家说啊 因为是这样的 这支付宝啊 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 大概从04年开始做啊 05年正式推出推广 到现在将近呢 将近有16年左右的时间 甚至是更多的时间在做 那么它一直在做支付这一块 所以说它有很多很多的功能 加入了很多的功能 没有办法一一业举 比如说生活助手啊 收付款啊 消费券啊等等啊 积分宝啊等等等等都可以做 那么这里呢 比较典型的啊 我这里举几个啊 我觉得支付宝特别好的啊 我后来为什么更常用的支付宝呢 其实我以前更喜欢用刷卡 可能岁数比较大了啊 以前比较喜欢用信卡刷卡来支付 但是后来我就开始用支付宝支付 特别成18年以后 那么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有个东西 我很期待就是这个 支付宝的年度账单 我很想知道 我这一年到底花了多少钱 因为以前我就不知道自己花多少钱 这刷一笔那刷一笔 这付一笔那付一笔 所以说根本不知道自己花多少钱 后来呢 支付宝推出了年度账单 我觉得这个事情特别好 能让我有大概总体上的印象 或者是这个 这个总体上的 意义 所以我就开始 把大多数的支付都转到支付宝里支付了 偶尔偶尔实在不得已 我才用现金或者用微信支付一下 那么给大家看啊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支付宝的一个账单啊 我们看二年度总支付各十百千万一百一百多万啊 然后超过全国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必然了啊 百分之九十的人花不到一百万啊 然后有很多啊 我们看信用卡信用价还款 接款接款消费啊 所以我们看啊 从这点上来看呢 其实有些东西是不可能理不太能理解的啊 你花了一百多万 理财收益只有六十多块钱 而且你的消费呢 手机充值只有五十块钱 难道他从来不打手机的吗 或者他手机从来不用支付宝充值的吗 这个所以说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例子而已 哎 而且支付宝还出了很多这种 这种特别的东西啊 比如说吃的最贵的一份 一顿饭是多少钱 那么打了最远的一次车是多少钱 哇 六百多块钱 你打多远啊 最剁手的一笔是多少 哎 等等 哎 所以说年度账单 是支付宝当中很重要的 或者是很好的一个功能 那么除了年度账单之外 那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功能 就是蚂蚁芝麻信用 那么芝麻信用呢 我们说是蚂蚁金服旗下的一个第三方的征信机构 我们说中国啊 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啊 就是信用缺失 为什么信用会缺失呢 因为中国太大了 这个人在这儿骗完人 可以到另外一个地方再接着去骗 没有办法对吧 因为在这儿管不着 而且我们国家这方面的监管力度呢 在有些程度上来说呢 还不完全的能控制所有的地区 当然 我们说现在我们国家的这个征信 已经很厉害了 对吧 信用卡如果逾期了 就会被改变的征信情况啊 那么而且这个征信情况会反映到各个这种平台 贷款平台 比如说什么平安 平安那种贷款 那么这个蚂蚁金服呢 这个芝麻信用呢 它是一个第三方整形 它这不是国家的平台 它就是支付宝 真的支付宝的 它通过云计算啊 积极学习等大数据技术来统计 在你的信用卡啊 消费金融租房啊等等 这些方面的最后给你的信用分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说芝麻信用的分呢 有一个分界点啊 当然不是完全的分界点啊 就是七百分以上 就是极其用 现在是这么一种情况了啊 就是蚂蚁信用七百分以上 就是信用很好的啊 所以说在有些时候你会看到啊 在咸鱼上或者淘宝上 特别是咸鱼上这种C2C的交易 你说哎 只和七百分以上 或者只和六百分以上的人交易啊 芝麻信用六百分以上的人不考虑 哎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啊 而且这个芝麻信用 在后面这两项也很有重要的作用 比如说蚂蚁的这个花呗 那这个花呗呢 推出的是一种这个消费信贷产品 它其实类似于这种信用卡 但它不需要你办卡 比如说以前那个 这个很麻烦啊 你知道吧 因为以前那个从 特别是我刚工作的时候没有钱啊 钱很少 想买个东西买不起啊 怎么办啊 就想消费信贷消费一下 我记得当时申请的一个消费信贷的卡 很不很不容易才给申请到啊 又需要身份证啊 各种各样的这种 你的工资证明啊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工作单位 工作证啊 开证明一大堆才办下来 而且只有五千块钱的额度 当然有了之后 确实方便很多 比如说哎 我一下买不起 我可以先刷这个消费卡 然后分期来还 那很重要 蚂蚁机 蚂蚁的花呗 就是类似于这种啊 你申请之后 就可以获得五百到五万元 五万元以上 不等的这个消费金额 甚至可以更高 根据你个人的信度是不一样 你就可以决入先消费 后付款的购物体验了 用蚂蚁花呗 而且他也支持分期 我现在基本上来说 在支付宝当中排名第一顺位的这种支付方式 就是蚂蚁花呗 我都用蚂蚁花呗花 就像是信用卡一样 我有一个月的还款期 然后你下个月再还这个月的钱 其实很方便 第二个就是借费 那么借费呢 是支付宝提出的一种贷款服务啊 他的花呗不一样 花呗呢 他类似于信用卡 他是信用消费 但是借呗是不一样的啊 借呗他是借款 就是说这个钱借了之后 你怎么花东西 他不是针对某一笔消费 或者没某一笔这个交易来的 他可以针对不针对交易 所以他是这种借款服务 那么这个地方他有就不一样了啊 跟你的芝麻分数的不同 就是我刚才说芝麻分 就是你的芝麻信用啊 芝麻分越高 其实你申请的额度就越大 而且你的贷款的这个利率也不一样啊 一般来说 从百万分之三 每天万分之三啊 每天万分之三啊 到万分之五甚至更多 我们看这个两个图啊 这个借钱可以借十二万啊 十二万每万分 年利率是日利率是万三 就是每天万分之三啊 这个人借了十三万 来我们说日利率是万五 在这里呢就体现出来 你的信用其实是有价值的 是可以当前使的 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国家在这方面 其实做的相对的有点僵化 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银行借款 不管借给谁 我的钱都是一样 特别是对于普通老百姓啊 我们说对于大大企业咱不说了啊 那是他们谈判的事啊 博弈的事这个咱不管了 我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讲 我借款 利率是一样的 对吧 公积借款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都是百分之那么多啊 我们说这是不 这是不因人而异的 但是在国外是不一样的 就是在美国这种信用国家 他的人 不同的人去借款 利率差很多 你利率 你信用好可能利率很低 你信用不好利率很高 因为你信用好 我的风险就小 你信用不好 我的风险就很高 而且这个借贸 还有个好处就是 随借随还啊 为什么呢 他这个是日利率呢 就是你可以当天借 第二天就还 他每天按每天借钱 但是啊 曾经有消息说啊 如果你你用借贸借了一个钱 你今天借明天还 可能你就会上 借贸的黑名单了 但是这只是一种说法啊 其实就是这样啊 借贸呢 他还是需要挣钱的嘛 对吧 我要靠你利率来挣钱的 这么快借这么快还 就是说这种现象啊 不是特别好 所以说呢 这是借贸 所以说呢 这就是支付宝 那么支付宝是我们最常用的 走去就不讲太多 但是呢 我们看一看 网上支付的风险 它是因为的措施 那在这里呢 我们冲出几个案例来说 第一个 我们就是说 这是个张女士啊 她其实已经是个网购老手了 其实一样 但最近两笔交易呢 她就很不紧 明明付了钱 却没有等待买家 却总是等待买家付款 钱开说没收到 一看 网上的消费记录 前车已经打出来了 怎么回事呢 后来在民警和支付宝工作人员 调查之下 才发现 原来出现在几天前的一笔交易 卖家发给她了一个照片 里面是宝贝的放大图 她点开之后 其实就已经被撞上木马了 然后呢 这个木马就串改了 她的信息的病毒文件 最后这几笔交易都是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 再完成 所以说要谨慎点开要收到的文件 因为很容易被挂码 这个木马我们以前讲过 对不对 还可以干很多事 所以谨慎 接收文件 特别是不要打开 第二个 就是仿真号码 假客服 那么这个小糊涂神 他是一个专业的买家和兼职的卖家 专门买东西 买了不好之后 我再也卖了 对吧 有一天呢 他就收到了一个熟悉的电话号码 支付宝的客户 然后告诉他账号被盗了 要求他这个提供一下支付宝登录密码和支付密码 来减少损失 而他呢 就相信了 对吧 把这个密码就告 结果 钱都被转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记得记得 支付宝也好 任其他任何一个第三方支付平台也好 都不会像你要你的支付登录密码和支付密码的 只要是要这个的 一定就是骗子 所以这一点 切记切记啊 那么下一个呢 我们来看 哎 就是好友借钱 一定要确认一下啊 有些呢 小张和马上朋友聊天 哎 发过来一条消息 要买东西 哎 急用200块钱 先借一下啊 明天就还 那小王一看 死党啊 想都没想要打两百块钱过去 但过两天 哎 收到发来的消息 QQ被盗了 所以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很多情况下 这个QQ 可能会被盗 会有人冒充好友向你借钱 一定一定在借好友之前 打电话 确认 或者让他语音来说 因为字可以做假 但是语音能听得出来 对吧 最后一个啊 切勿外泄脚验码 这个脚验码 我们知道 现在很多的时候呢 我们在收发 这个支付的时候 都要求你一个手机的验证码 或者叫脚验码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要你输入这个密码之后 脚验码之后 你才能完成操作 这个码 千万千万记得啊 不管是谁打电话 跟你叫 一定不能给啊 虽然这个验证码 一般都是有时间限制的啊 一般一分钟或者五分钟 但这个时间 已经足够骗子 把你的钱都转走了 所以 千万不要把脚验码 验证码 发给别人 好吧 这个一定要记得 那么这是卖家 下面就是买家 买家有什么风险呢 我们来看看啊 买家有什么风险呢 骗书啊 第一个 假信誉 假钻石 假皇冠 这个其实我们要注意了 当然现在可能我们不再看这个了 因为现在呢 我们说其实在早期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说大多数情况下啊 我们现在这个网上 这个店家的这个信用 已经相对比较好 特别是在疫情期间啊 我们经历正常时间 起不上没有碰到过太多这种做假的事 当然可能会碰到 但起不上不对 但大家也要注意啊 不能光看他的这个 这个淘宝的账户是钻石啊 还是皇冠 这可能都是刷出来的啊 专门有一些东西来 一些水军来刷这个啊 在这个方法来辨别这个真假 就是看他最近一周 一个月和六个月 六月以前 这四组数据的对比 如果差不多那就没问题 如果刷转 那肯定相差的就很大 这个要知道 第二个低价的陷阱啊 过于低的东西一定是有问题的 要相对低才可以 对吧 你像淘宝或者闲鱼上去淘东西 你看到这个东西 如果特别特别便宜 很可能就会有问题 当然有些时候现在 包括拼多多啊 或者是这个淘宝特价啊 我们说他可能东西相对会便宜点啊 这个呢是特殊情况啊 不在此列 这最常见的问题啊 其实就是这个 有些时候呢 这也叫骗子 或者是也不能叫骗子啊 但更多情况下 这个我们就认为 他其实有一个诈骗嫌疑 或者是骗您的嫌疑 就是说你的图和你的这个 呃 实物完全不对应啊 你图看上去这么漂亮 对不对啊 然后呢 其实收到的是这碗 啊 就是图 图和食物不符 这个要注意啊 要确认 然后最后一个啊 不是 就是第四个 就是钓鱼网站 特别是要注意啊 我们说淘宝的官方网站是www.taobao.com淘宝 支付宝是alipay.com啊 或者是支付宝.com 招商银行的网站是cmbchina.com啊 所以说要注意啊 所以说要注意啊这个钓鱼网站 当然有一些这个比如三六零啊 或者是其他啊 有一些浏览器 它是可以识别的 如果你访问的是真实的网站 哎 它就会填充为绿色 同时会出现钝钝牌状的标准 如果访问假冒的 它就会不会出现啊 那么这就是防钓鱼网站 还有一点很成小啊 这个我碰到过啊 但是差一点就就上当了 就运费陷阱啊 有一天我在情绪上看到一个东西 哎呀 我一看哎呦 真便宜真好哎 我就点进去 就点我要买了 差点就要付款了 结果一看我怎么啊 运费一百多块钱啊 一个东西才几十块钱 三五十块钱 运费一百多块钱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我说说它东西卖的很便宜 你有时候都会忽略 它的这个运费 你直接点付款 或者点拍的时候 就会发现上当了 运费特别的贵 甚至比你的货品还要 这种情况 这个骗数是很常见的 再一个就是支付 支付陷阱啊 有些时候呢 就是要坚决使用支付宝 或者是这种 第三方支付平台 再来支付啊 不能私自输入 这种银行卡号啊 密码等等啊 来进行支付啊 记住啊 不听 不信 不汇款 不转账 不泄密啊 如果有不明白的地方 第一时间 停下来交易 停下来操作 冷静一下 退出来 然后再登陆 这时候可能这个最佳 骗子 最佳骗人的时机已经过了 所以说 当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或者感觉不好的时候 直接停下来 退出 重新再等 哎 这就是防止支付陷阱了 然后就是货不对版啊 这个地方呢 其实以前经常会出现啊 现在呢 其实少很多 但个别情况下 其实还是有的啊 如果有的话 那么这其实就可以 从支付宝啊 进行投诉啊 或者什么 但是一定要注意 在你 这个货 如果和你的这个食物 和你的这个卖家的这个挂出来不一样 一定要注意啊 要马上和对方联系 投诉对方 好 这东西我经常会碰到啊 有可能是故意的 有可能是不故意的啊 这不完全是 那个骗术啊 有些时候人是骗子 有些时候不一定是啊 比如说 打个比方 我买个东西 其实他这个当时写的是买二赠一 对吧 其实我就点了两个买了两个 结果收到的时候只有一个 对吧 其实他就发错了 对我说错了 有些时候可能就是 哎 就是什么 就是骗人的 这时候要看啊 不同情况下的区别对的 再就是收货陷阱啊 就是有很多时候呢 就是在早期的时候 买家还没收到货 卖家就有种种借口要求 确认收货啊 这时候一定要确认 一定要知 要确认收到 你再点确认收货啊 当然 呃 有些情况下 其实也是很难避免的啊 比如说双十一 我也碰到各种情况啊 或者什么时候 买东西买的比较多了 还想买了好几件东西 然后倒了好几件 然后就开始点确认收货 确认收货 确认收货 结果点错 把没有倒的给点成确认的 倒的还没有点啊 当然这个是卖家 一般的时候不用管他 收到了就完了 如果收不到 再和卖家联系就可以了 这个 但是有些时候 这有问题 第九个 就是三方诈骗啊 就是 这是一个新的骗术啊 其实也现在也不新了 就是 他是一个三方 这个骗子作为中间 骗了你和另外一个无辜的卖家 这个骗子在淘宝上 也开了个店铺 发布低价商品的链接 一般都比较低啊 比如说QB啊 手机充值卡 买家看到这个低价链接以后 动心了啊 就找骗子发个自动发货的链接给卖家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一般我们说有很多这种链接 是这种自动发货的啊 比如说 充值卡呀 等等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呢 骗子发给你的这个链接 其实都是卖家的货品 买家付款之后呢 这个淘宝就会把这个系统发给买家 那个买家知道之后 就开始 一般就两种方法 一种做一个钓鱼网站 让买家拿到卡号密码来输入 骗子就拿到你的卡密了 密码和卡号了 另外就直接要卡密 然后要帮你充值 结果他就充了 你就充不了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手机充值卡 一般他这个卡密只能充一次 别人充了 你就充不了 所以说这个三方诈骗 另外还有就是说 防止他的方法就是 不要贪图便宜 去和本人交谈 不要拍不是自己要的商品等等 我们说大家要注意这种第三方骗 为了防止被骗或者以后被骗 保留证据是很重要的 把短信呢 email或者聊天记录都保留下来 以防这个卖家反映回头 所以呢 天上掉下来的网络不是馅饼哦 而是陷阱 所以我们要注意这些 这个呢 我们说就是 那个买家需要注意的地方 那么呢 这些卖家他其实也有风险 那么有些骗子专门是针对卖家 来进行行骗子 比如说三角诈骗 那么这时候呢 就是说利用自动发卡 进行第三方诈骗 所以刚才我说了 买方也要注意 卖方也要注意 好处是 不是 你要方骗的方法就是 你要在这个地方 加上一个提示信息就好了 然后呢 第二个就是 款项未付先吹发货 有些时候呢 这是针对这种新手卖家 比如说一看哎呦 你这淘宝店是新开的呀 是个新手啊 那么你刚把货上去 没一会儿 就有好多人来来来拍 拼一啪啪啪 一人比如说一人 排了好几十张卡 就不付钱 然后就吹着你来 发卡密 等等 一般 而且同时好几个人在拍 都装作顾客在拍 都在和你聊天 不停的催你 那么如果你一忙乱 来卡密就发出去 发出去之后 当然你就拿不到钱 对吧 那么防止方法就是说 对方再急 你都不要急 啊 这第一个 第二个 如果他说付款了 一定要点交易状态里面的用户名 看看有没有聊条记录啊 还有就是说 有的也许要十张卡 只付了一张的钱 一定要看明白之后 再发货 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啊 第三个 就是眼双簧啊 两个ID很像 一个是刘001ABC 一个是刘00IABC 看上去好像哎呦看不清楚 特别是这个 那个屏幕比较暗呀 或者是这个字比较小的时候 就看不见 那么卖对方呢 往往用一个和卖家聊天 另外一个排卖家的货 哎 如果你和聊天的 把货排卖给他 把那个砍 发给他了 哎 那就拿不到钱了 对吧 哎 另一个 因为是另一个拍子 那么所以说就是 所以说 在有宝贝卖出的时候呢 一定啊 想着哎 先把电话框关了 然后再点一次 你卖出的宝贝 来确认 有没有聊天记录 确认是不是同一个ID 然后再发货 第四个 哎 就是QQ啊 短信电话 这种切密法 啊 有些买家呢 就会说 哎呀 我没有QQ啊 其实我也 我没有旺旺 因为淘宝 一般要求用旺旺啊 当然现在可能也 不完全要求了啊 或者要在QQ上交流 啊QQ啊 当你在QQ上发密码之后 地方就消失了 如果投诉 啊 我们当时说投诉的话 那没有汪汪的记录 其实那个淘宝也不会 不会受理啊 就不要我们害怕 所以呢 不要方便的话 就QQ聊天也可以 但是最好用汪汪来聊天啊 这个就 现在一般这个少了啊 第五个就是混水摸鱼啊 就是利用卖家忙碌的时候 拍了一元的东西 要求发30块钱的货啊 明明拍了一件 要发三件啊 等等 这个呢 其实还好一点啊 你只要在付款的时候 发 在发货的时候 核对好 他买的什么东西 输了多少钱 再发 就相对来好一点啊 不要着急就行了 第六个 这个 其实就很难 很难 帮指了啊 就是放长线 吊蛋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比如说 他先给你少量的货 让你汇款 然后呢 博取信 多次以后呢 接货量大的时候呢 让你直接汇款 或者是 先确认再发货 完了之后 就没有了 这个其实和 以前的这种 骗子是一样的 我先给你好处 对吧 给你点 给你点 然后一点点变大 到最后大的一定程度的时候 哎 所以一定要 清心立明 算账啊 再好的人 面对交易的时候 也要注意安全 啊 这个知道 就是汇款 第七个就是汇款的骗书啊 就是说 通过旺旺来询问你的银行卡号 然后直接通过银行付款 然后这时候卖家呢 如果登陆不了银行账户的时候呢 这时候呢 其实是骗子已经多次登陆啊 导致你的登陆被限制 然后卖家发一张银行汇款的截图 让你发货 如果你没有 没有弄好的话 就以为真的 发了钱了 就骗了 所以说 一定要坚持使用支付宝账户 交易 做到款到发货 啊 这个要知道啊 然后最好 设置成这种 这种什么 就是这个短信提醒 如果你收到付款 有短信提醒 这个一般来说就好 没有收到短信 一定钱能够到啊 那么支付宝的安全策略有很多啊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啊 有很多不同的安全策略来保证你的 交易安全 比如说你的数字银行啊 数字证书啊 比如说你的这个 牛顿呢 等等 最常用的其实 就是手机的动态口令啊 那么大多数情况下 我们在支付宝付款的时候啊 要不然 就是你用指纹登录 或者是生物识别 要不然就要求你 输入这个手机短信的 这个脚压码 或者验证 所以呢 我们一个很好的方法啊 大家如果可以去尝试啊 我也经常这么做 好像我现在也是这么做的 只有两个手机啊 一个手机装的是各种应用啊 就比如说支付宝啊 什么这么这些银行 都用不着装上这个手机 但是这个所有的支付宝啊 账号的手机 它所使用的这个验证的这个 这个手机 是在这个手机上 就是说你的这个 APP和你的手机是分离的 所以说如果你的这个APP丢了 这个手机丢了 或者是出现问题了 没有问题 因为它这个验证码 是在这个手机上 它不会发到这个手机上 就是它两个东西不在一个手机 所以说呢 相对来说就更安全一点 当然如果你这个注册 这个什么支付宝的手机丢了 那赶快去去去注销 那没有办法啊 虽然你没有装 那别人可以给你装 对不对 然后一吸一带操作就可以了 啊 这个我说了 而且在这个动态口令的时候呢 一般设置很多情况下 需要必须需要动态口令 比如说找回登录密码 支付密码 证书的申请撤销啊 加入退出设定手机动态口令等等啊 代表加入和修改银行信息 一定要使用动态口令 这是必须要设置的 然后呢就是数字证书啊 数字证书的作用我们不说了啊 这是一个通过来数字证书来保证这个支付安全啊 只有非来颁布的数字证书啊 当然我们说支付宝的数字证书就是安装的啊 我们要通过验证码和短信确证码就可以安装完成 有的数字证书相对来说安全很多啊 再下面就是支付顿 那么支付顿呢 它其实就是一个不存储在本计算机上的这么一个数字证书 它是把数字证书放在了一个U盘上啊 放在了这个U盘上 那么所有的操作呢 这个密码学操作是不出U盘的 这样是用方便很多 因为如果你的机器被别人破掉 或者被黑客黑掉 被冲上木码之后 你的数字证书其实已经形成驱射 驱射了 因为它可以拿到你的数字证书 但是如果你放在U盘上 那么它就没有办法拿到了 因为我的U盘和我的机器是不连的的 我只有在用的时候才会插上 而什么时候用 这个时间就很短了 除非黑客一直盯着你啊 否则的话就 就这个安全性就大了很多啊 这就是数字证书 然后呢就是保令 保令呢 类似于这个支付卡啊 它是个动态口令卡 它给你发了一个 那个可以显示数字的 这么一个小的这个装置啊 它可以显示六枚数字 这个数字呢 每分钟更新一次 当你在使用一些方面支付的时候 比如说银额卡通啊 快捷支付的时候呢 哎 要求你释入这个动态口令 那么这个口令 我们说一分钟变一次 就是它很安全啊 这就是叫做动态密码啊 我们以前讲过啊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就是保令 然后就是这个工行 工行的U盾啊 那么支付宝和工商银行就一起推出来这个金融 金融 加啊 我们说这个呢 就是这个USB KEY啊 它提供了一种这个数字证书和数字签名的这种 微型的这个处理器的 相对而是更安全一点 这个呢 就是一种保盈的支付啊 那么除了这个支付宝之外呢 其实国内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第三方 这种其他的这种账户型的第三方支付 比如说财富通啊 财富通呢 他其实我们知道是腾讯公司的啊 在05年开始正式推出的专业平台 他业务也很广啊 B2B啊 B2C啊 C2C都有啊 这边是他的QQ啊 也绑定了 那么他呢 我们说 他的核心业务也是一样啊 帮助用户在互联网上完成交易双方 这种的支付和收款 这是这个业务啊 而且呢 他是国内首家进全媒机构认证的电子制度 财富通啊 然后呢 这是财富通的主页 我们看啊 他主要绑定的是QQ啊 当然也把这个一些QQ的这种游戏 也可以从财富通来充值啊 安富通 那么安富通呢 是一区与联合 那个贝宝 推出了一个啊 那么 安富通呢 其实目前也集成了 包括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招商银行 等等的 很多银行的 这些的相关的支付渠道 我说 他是由一区担当 货款保管的一个交易工具 其实也类似 类似于这个支付宝 是淘宝 其实一区呢 现在可能不是 大家不是太熟悉了 一区最早开始 也是一个 比淘宝出现的还早 它是一个这种 网上的这种拍卖平台 这个就是最早的 电子商务的一种形式 就是这个网上拍卖 PayPal 其实就是一种 网上 一倍 其实就是一种 网上拍卖的网站 然后就是贝宝 那贝宝呢 是在世界上 除了支付宝之外 最大的一个 第三方支付平台 我们支付宝呢 其实现在 除了中国人在用 外国人用的 其实还相对不多 但是贝宝呢 在世界范围内 其实很多国家 都会在使用 我们说 到了2006年 它已经在103个国家 和地区在英语 它是个全球范围内的 一个英语 当然 虽然它是个 全球范围内的应用啊 但是这个贝宝 在中国应用的 确实的不好 而且在中国 其实你很 或者是没有办法 来注册贝宝 中国就 不能使用贝宝 因为有些时候 这个贝宝也挺复杂的啊 比如在一倍 它这个一倍的 这个全资子公司啊 就相当于支付宝 是淘宝的 全阿里巴巴的 全资子公司是一样的 那么一倍呢 以前很多的一倍交易 只支持 贝宝的这种 支付方式 你在国内想买 一倍上的东西 不可以 因为你没有贝宝 你就支付不了 它不接受你的支付 当然现在不一样啊 现在我们国家的 一个支付宝 已经打变 时间了啊 那么再来说 就是贝宝 一倍啊 那么这是北京通融系 信息技术 有份公司啊 在国内推出的 这种独立的 第三方式 它是一种多元化的 电子支付 自2003年成立以来 就一直以 以安全简单快乐的方式 来服务 我们说 它的倡导的是 绿色支付快乐生活 这个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我们一保支付呢 其实它也是相对来说 很早的 甚至比支付宝还要早 它是最早的一批 这个电子支付的 这种先行者啊 比如说一保啊 一倍 好吧 那么这一章呢 我们这一节 我们就讲到这里啊 谢谢大家 我们下节课再见